这部电影仅上映三天 票房就已经破亿 用最平凡的叙事 讲述了当代家庭主妇 最悲痛的现实 女主名叫志英 她和大贤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志英每天的工作 就是围绕着家务和孩子 她唯一的消遣 便是站在阳台上 看着落日的雨晖 虽然大贤也会在下班后 帮志英分担一点家务活 但这对志英的压力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这天 志英的手腕有些疼痛 便去了医院 可医生却说 医生的这番话很伤人 可志英却仍用玩笑般的口味 说给大贤听 大贤打算春季的时候 带着志英去旅游 志英怕婆婆不开心 大贤也便不再多说 回到大贤母亲家 等待志英的是更多的家务活 手上的饼干还没做好 婆婆就又端了一大盆饺子馅 让志英包 大贤看不下去了 想帮志英分担一下 婆婆却说 志英连忙解释 家里的活都是自己干的 可婆婆却并不在意 清晨 志英刚醒来就发现 婆婆在忙 她还没说什么 婆婆就给了她一大盆菜 让她煮熟 接着 婆婆拿出了个袋子 说是送给她的礼物 志英满怀期待地打开 里面却是一条超市赠品的围裙 志英心里其实并不喜欢这个礼物 可当着婆婆的面 只好假装惊喜不已 好不容易熬到早饭结束 志英和大贤刚准备离开 可小姑自己家的突然造访 只能将形成推迟 婆婆告诉众人 说有什么需要的 只管吩咐志英去做就行 看着无奈欢声笑语的众人 加上婆婆那如同使唤庸人般的语气 志英忍不下去了 原本热闹的众人 瞬间被志英的话吓到了 大贤察觉到妻子的不对劲 立马拉着她离开了母亲家 原来志英的心理疾病已经很严重了 大贤曾经向心理医生咨询过 可医生却要求本人前来前的问诊 每当志英发完病后 她都不会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 志英回到娘家后 才睡了一个好觉 毕竟自己的妈妈 会永远站在自己这边 轻松的日子没过多久 志英就再次回到 被家伙伴的家庭中了 其实以前的志英 也是一名能力强悍的女强人 工作认真效率高 上司经济也十分欣赏她 可是选拔进企划组的 确实有着潜力的男人 志英心里清楚 这是性别带给她的歧视和现实 浅浅的 志英也发觉 自己的健忘开始逐渐严重 大贤接近让志英去看看心理声 可面对高能诊断费用 志英退缩了 被婆婆当成努力的志英 准备去上班 可高材胜的她 现在唯一能胜任的 只有超市声音员 这样简单的工作 晚上 老公大贤突然看到 从不喝酒的志英 独自坐在客厅喝酒 老公慢慢靠近 志英叮嘱大贤 要好好照顾志英 不要忽略她的情绪和要求 大贤知道 这时志英又犯病了 现在的志英是学姐人格 而这学姐 曾经是最疼爱志英的人 大贤痛苦地流下眼泪 她不忍自己心爱的妻子 变成这样 可她也改变不了现实 这天 志英和闺蜜们聚会时 闺蜜吐槽公司里的把握 在厕所里 装了摄像头 偷拍了许多女同事的照片 可他们的上司 知道这件事好 不仅不安抚下属 反而故意将这些照片 在群里乱传 他们试图开玩笑 掩饰自己心里的难过 可他们心里都清楚 因为性别 社会对他们 有太多的恶意和不公了 志英的病情 越来越严重了 她常常半夜 站在窗前发呆 大贤的母亲 知道这件事好 特意给志英 开了中药气过来 志英这才感受到 婆婆对自己的关心 可她这样做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让志英 多给她生个孙子 到了周末回娘家的日子 大贤要加班 志英只好独自 带着孩子回家 孩子在地铁上排泄了 不小心影响到周围的人 志英连连道歉后 立马带着孩子 去卫生间换尿不湿 志英也想去上厕所 可她想到了 之前贵迷们 说把安装监控的事 最终 志英硬是憋着回了家 这天 志英接到了金姐的电话 她久违地打扮了自己一下 金姐已经辞职了 决定自己开建公司 她想邀请志英一起来干 志英很激动 她迫切需要一份 合适的工作 证实自己的能力 志英满怀期待地 将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大贤 这于家里 志英打算请一个临时保姆 大贤却说 自己可以为了她 紧遇而嫁 志英回想起 她和大贤刚结婚时 大贤百般哀求 志英生一个孩子 她保证自己会 好好照顾她和孩子的 可是 志英并不想 这么早要孩子 她知道 一旦自己生孩子 就会被牢牢绑在家里 每天的生活 都将为这孩子 和家务伙一起转 志英看着百般哀求的大贤 终究是心软了 孩子出生以后 志英担心的那些问题 也一一出现了 丈夫为了支持 自己妻子的事业 甘愿去请育而嫁 可婆婆去打了电话 斥责病重的儿妻 不懂事 让她的儿子丧失工作 婆婆的这通电话 骂得志英十分伤心 婆婆为了阻止志英去工作 甚至打电话 给了志英的妈妈 想让她劝志英死心 可志英的妈妈却说 婆婆听了这番话 情急之下 将志英得病的事 说了出来 志英的妈妈 得知自己的女儿生病后 立马赶到了志英家 等到她来女儿家 看到志英独自一人 落寞地坐在沙发上落泪 她心疼坏了 哪有不心疼自己女儿的母亲 她看着逐渐悄悄的女儿 唯一能做的 就是拥抱和鼓励 妈妈让志英去放心工作 孩子交给她 可志英却突然变成了她姥姥 这是志英妈妈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犯病 她流着泪 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女儿 她不知道志英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志英妈妈回到家后 看到自己的丈夫 给儿子带回来了中药补生铁 她崩溃了 她将中药扔在地上 冲着丈夫怒吼着 她的眼里是不是只有儿子 没有女儿 现在志英都已经病重了 她还要给 四十健全的儿子开中药 改变不了现实的她 只能坐在地上痛苦 此时的志英已经开始犹豫 一边是支持自己的母亲 一边是否定自己的婆婆 志英不知道自己 还能不能去进解公司工作 她适当性地问大贤 如果自己不去会怎么样 大贤却如同松为口气般同意了 志英崩溃了 她不能理解自己的丈夫 为什么也要这样否认她 大贤只好实话实说 拿出了志英犯病时拍下的视频 她看着视频里自己的多重人格 最终认清了现实 可生病的明明是自己 她却还要安慰大贤 弟弟知道志英生病后 便打算去看看志英 路上她特意问了父亲 志英喜欢吃什么 父亲告诉她是豆沙面包 于是弟弟买了一大包豆沙面包 去看志英 可志英并不喜欢吃豆沙面包 小时候 因为弟弟很喜欢吃豆沙面包 所以父亲常常买很多回来 而她从来没有在乎过 志英喜欢吃什么面包 志英的这番话 让弟弟很心疼 她拿出爸爸送给她的钢笔 送给了志英 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让志英终于有勇气 见了心理一声 她开始积极地治疗 尝试着去见更多的人 她告诉金姐 等自己病好后就来上班 志英的生活看似很幸福 可是 她却将自己 关在性别枷锁里 不敢面对那些不公和歧视 而那些分裂出来的人格 其实就是帮她 将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而已 这天 志英在咖啡店 遇见了一群背后骂他妈虫的人 这次志英直接上前 和那群人大声理论了起来 这不是志英第一次受到歧视 可这是她的第一次反击 彻底解开心结的志英 在工作中 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家庭不是全部 妈妈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